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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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不说呀 他一手创立的美钢梅中国 上市之后所持股份就已经达到了154.33亿港元 再加上当年他在重组美钢梅当中出售股份盈利的128.5亿港元 仅仅这两项加起来 何超雄的个人身家就早已经不是其他家人们可以比你的了 所以早在何优君发表涨思宣言的时候 就有不少嘲讽的声音说 你爸爸要是真有这么的重男轻女的话 就不会早早的就培养女儿当接班人了 之前我们已经写过很多赌王家族的精彩回顾了 但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地聊一下这位实力超群的女长门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传说当中 斗赢16个兄弟姐妹的何超雄 到底是怎么样一步步成为新一代赌后的呢 对比其他许多一路借助家族光环生活的兄弟姐妹 何超雄这个香港女生的个人生活 以及商业成长史精彩和坎坷程度 真的和他父亲有得一拼 首先还是先简单的科普一下 何超雄是赌王二房妻子蓝球运车下的第一个女儿 也是二房长女的身份 他出生那年是1962年 当时正是何超雄联手婚姻东西汉 还有叶德利一起转型竞标澳门国财 创立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也就是奥瑜的时期 熟悉赌王家里的都知道 奥瑜一直都是占据赌王家产很大一部分的存在 所以当年出生的何超雄 被何超雄是为了自己竞标成功的复兴 可以说一开始何超雄就拿到了备受宠爱和厚望的家族大女主的剧本 当时何超雄也才41岁 正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 也是事业最腾飞的阶段 所以对比之后六七十岁再得子女的情况 何超雄对二房这一脉的子女 无论是教育还是日常的陪伴之上 都倾注了最多的精力 那时候的赌王远没有之后 老来得子所表现的溺爱和慈祥 对于何超雄个人成长的管束 以及商业领域的教导都十分的亲力亲为 再加上母亲蓝琼英也是个虎妈一样的存在 何超雄可以说从一出生就背负了延续家族荣光的使命 但是在何超雄的少女时期 当时正在接受家族重要商业事宜的 还是大房家的长子何幽光和长女何超英 所以那个时期的何超雄生活和学习都还是相对挺有自由度的 比如比起接班人必备的商业财经知识 一开始的何超雄在求学的道路上 选择的是最不能够立刻变现的艺术领域 喜欢莎士比亚的何超雄当年也有过一段女文青的经历 和后来的雷厉风行的女强人风格完全不同 高中毕业之后她考上了纽约的Wenza College 最顶尖的文理学院 但最终还是在父亲的建议之下转学了商业课程 为之后接管家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这个时间段赌王让他学习商业知识 还只是一个作为长女的基础的备份 那么在1981年原来第一顺位继承人何游光 在葡萄牙车祸身亡之后 何超雄就成为了当时整个家族的希望了 平时大房长子车祸 长女何超英因为接受不了自己突然身亡的变故 今天人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后面的弟弟妹妹也都还小 这个时候真的就只有紧急 将还在美国读书的何超雄召回了 开始了正式培养和锻炼他当准继承人了 大房长子长女 高回香港的何超雄也并没有一开始就投身于父亲的公司来学习的 而是先去到了TVB实习工作了起来 凭借着自己的家世背景 还有优秀的外闹谈吐 在娱乐圈发展的还挺不错的 那个时候的何超雄在个人穿搭上面也是十分的时髦亮眼 和现在多穿黑白灰纸也装不同 婚姻乐圈的时候何超雄在风格之上真的是各种大胆的尝试 颜值也是真的好看 和张国荣 梅艳芳 陈百强等当红艺人都成为了归衣中密友 还分别和陈百强 张国荣都传过绯闻 不过那个年代还是相当讲究门当户对的 作为赌王这么看重的女儿 在婚姻的选择之上 其实会比普通的女孩要多了一份家常家族实力的联姻需求 所以在1991年的时候何超雄还是在家里的安排之下 和香港的船王许爱舟的长孙许晶亨结婚了 为了表示对于女儿的看重 90年代的这场婚礼 赌王就豪制了10亿给女儿当嫁妆 他俩当时的当年的那一场婚礼 也被称作了真正的世纪婚礼 梅艳芳是何超雄的伴娘 结婚之后 小两口也确实是甜蜜过一段时间 经常一起参加公开活动 是非常郎台女貌的一对 但是生性喜欢玩乐 没有什么事业心的许晶亨和天生有事业心的何超雄 终归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时间一长 两个人在生活和个人习惯上面的分事就越来越大了 在分歧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选择了离婚 之后是一直留恋于各种女明星的许晶亨 娶了著名的大美人李嘉欣 当年读完知道曾经女婿的新媳妇之后 还发表了著名的看法 说也不知道什么眼光根本就没有我女儿好看 还顺带再次挂了何超雄 人量聪明有想法 许晶亨不懂得真心是自己没眼光没实力 果然从来没有过自己实力的一个许晶亨 在父亲许世勋去世之后 只能够每月领取家族已经订好的信托基金 也就是200万每个月当生活费了 比起真正有事业的富二代他和李嘉欣 已经成为了港媒报道当中的最落魄豪门 而何超雄和许晶亨分分开之后 也短暂的和英皇的集团 杨臭神的儿子杨其龙恋爱过一段时间 但这一位也是全港有名的花花公子 所以没约会多久就被赌王的一句 他的质地不好被棒打烟烟了 最后看透爱情的何超雄收起了小女人的心境 正式开始了自己商业帝国的建立 其实何超雄在商业上的天赋 到就在他刚去TVB实习的时候就有体现了 当时虽然同期一起去TVB工作的 还有大房家的姐姐何超雄 但是真正做出了一番事业的却只有何超雄 在由着圈工作积累到一定的资源和人脉之后 何超雄迈出了人生创业的第一步 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关公司天机 这样的公司有多么的优秀呢 一直到现在啊 它都是香港最顶尖的一线公关公司 像娜尔第二以及卡特尔等奢侈品公司 在大中华区的公关工作呢 都被它承包了 明星和明人的各种公关活动呢 也都有他们一手对接 比如说郭晶晶和霍启刚的豪门婚礼 以及赌王四房家长女何超盈 街头嗑药的危机公关处理 离婚之后的何超雄啊 也开始将生活的所有重心 都放在了搞事业之上 并且了情情爱爱的何超雄 展现出了一种几乎可以说是 所向披靡的状态 在家族的快书客船业务 眼看就要破该的紧要关头 凭一己之力解决了信德集团的困境 之后又眼光和魄力同在的 第一时间联手到美高梅集团 在澳门建立了美高梅精电博彩公司 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 澳门博彩行业日益将和日下的情况之下 再一次盘活了这一份家族事业 仅仅是六年的时间里面 美高梅就上市了 之后市值暴涨 何超雄也在那一年成为了香港的女首富 还多了个赌后的称号 在之后的很多采访当中 何超雄都直言 爱情可能不会一直保险到80岁 但是只要好好投入事业 就算到了80岁 还可以拥有到新的快乐 面对自己女性精英的身份 他也非常的认同的 还说觉得所有的女性都是天生的女强人 拥有到更多的权利和金钱之后 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的自由 前半生更多受制于父亲和家族 在爱情和个人生活当中要有取捨 经常会面对父亲断绝关系 剥夺继承权的警告 但是当自己当上了化石人之后 自然一切自己说了算了 掌握了实权之后的何超雄 后来被拍到 一次当街和女性友人举止亲密 事后记者问他 会不会担心爸爸指责的问题的时候 他从容不迫地回了一句 不会 我爸现在管不了我了 真的是所有快乐都比不上一句 我说了算了 确实在赌王去世前的这几年里 家族事业就几乎被二房给垄断了 其中何超雄就是最大的领头人和受益人 2017年何鸿燊宣布了退任行政主席 由何超雄正式接管市值百亿元的信德集团 2018年最出名的四房争产大战之后 二房联合三房一起以绝对的优势 将之前一直得逞的四房压制住了 何超雄也正式成为了赌王家族事业里的 个人资产和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 在飞速占领事业板块的同时 何超雄也和父亲一样 是个始终心怀家伙的企业家 今年爆发新冠病毒的时候 他也直接向湖北捐款2000万澳门币 用于医疗和防护器具的采购 何超雄之前也经常说 除了赚钱还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近十年的何超雄比起时刻将功利心写在脸上的四房子女 他所展现出来的真的是一种不必多说的坚定又坦然的气息 毕竟小作文写的再多也比不上人狠话不多 一手掌控所有主权要来的更快乐 而且有顺服力啊 吃瓜不停与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娱乐缤纷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你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